欢迎来到北导庸频道,今天是2020年12月17日第181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美股最新动态 在我们这个香港的股市里面,其实那些什么腾讯,阿里巴巴,应该是很好炒的,不过我就不懂得炒 所以很庆幸我都找到另一个世界可以继续玩股票的,这个就是美股 如果最近大家有留意到美股的走势,你见到不知是否真的有疫苗的出现之后 你见到无论是道指、标普、纳指都是不断地创新高的 你现在见到这个已经是告诉你,纳指尤其是升得最厉害的 昨天带来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就是这个Microsoft竟然升得很帅 当然啦,这个是我美股的震山之宝来的,就是非卖品来的 所以当然就希望它可以继续升多些啦 下一个目标价就希望它可以创52周的新高啦 即是大概是$233左右 不过都不容易的,其实现在美股已经很高了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不是讲这个微软的 反而就有几间公司我想讲下啦,有些是上市公司,有些不是上市公司啦 一共就有五间的,希望各位就给一下面,就继续听下去,多谢了 第一间公司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一间没有上市的公司来的 这间公司就叫SpaceX,而这间公司的主持人就是Eon Marks 这些人我一直都说他是聪明绝顶的,迟早成为全球最有钱的人是绝对有可能的 今次的新闻就是说的SpaceX又想再集资啦,因为它要继续发展它的事业嘛 最厉害就是要看它的估值 由原本的SpaceX,由现在的大约460亿美元增加一倍,变到920亿那么厉害的 当然,920亿还未上市 看怕再继续再继续两包,可能到千多二千亿的时候才上市 到时这个Eon Marks拿着多少股权呢?我们就不知道的 因为我去过他的网站看过,也找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资料的 不过,太空旅游啦,或者在太空里面可以找到其他新的东西啦 这个呢,就是Eon Marks经常想的东西来的 究竟有多可行呢?我们不知道,不过似乎看来就挺有办法的 所以它最终能够成为这个世界首富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 当然,另外一间公司呢,就是这个叫Startlink啦 其实这一间公司我反而就更加有兴趣的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肯上市呢? 如果它肯上市的话,我一定帮顺的 但是SpaceX呢,我就不一样的而已 不过,看怕很快去这一间公司都可以上市的啦 这个世界,科技发展真的一天千里的 那Amazon呢,亦都有新的东西出现了喔 那话说呢,就是它旗下呢,有一间公司呢 就专是做这个叫做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的 那这一架车呢,是可以两边走的喔 那呢,就是没有车盘的,可以载四个人 而且呢,每日呢,可以行驶大概是16个小时 那这个计划呢,听说呢 快的话呢,下年呢,就会到的啦 如果是迟些的话呢,都是过多一两年的而已 那这个成熟的表现呢,告诉他呢 其实有很多一样东西呢,都可以给电脑去取代的 或者人工智能取代的 所以大家不要笑,就是啊,将来呢 的士呢,是没有运行的,我相信是的 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这样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话呢 你只要坐进去按键,或者告诉他 地址在哪里的话,他就会载到你去 最重要就是安全快速嘛 那这个呢,其实不是新鲜的新闻来的 Eon Mars呢,一早就已经说了 他说,如果他的Tesla呢,装到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的话呢 不单止的士要倒闭,甚至连火车都要倒闭 因为呢,他这个Tesla呢,就可以点对点 由一个地方送到你去另一个地方 那这个东西呢,才是最得人害怕的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还得人害怕的就是 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得快的话呢 我觉得呢,早晚呢 其实呢,飞机都可以用这个AI来控制的 那就是说,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有机师了 那么,升空啦,降落啦 都可以很稳定的做法的话呢 那其实,将来的发展是这样的话 人类呢,就麻烦很多了 起码失业率呢,都不知怎样去解决的了 一间巨型的企业呢 通常呢,都是有少少瑕疵的 那么这个瑕疵呢,就是发生在Google身上啦 那么最近呢,相信大家都可能 好像我那样拧了东西的 拧了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突然间会倒机咯 那么这个Google呢,最近呢都倒了 都不少次的啦 如果我的印象当中呢 连起这一次呢,我已经拧了三次的了 虽然对我的影响呢,就不是很大 但是你知道啦 有些人很急的,或者有些 呃,程式呀,或者是有些的文件啊 想尽快开启的时候呢,你竟然倒机的话呢 其实呢,就会令到人家就会很害怕的 那么所以呢,很可能呢,为了安全起见呢,就会转去其他的竞争对手那里 就会转去其他的竞争对手那里 那里,比如Microsoft这个Edge这个新的系统啦 那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Google这个search engine呢,就有伤害的 而且呢,它这个股价呢,都有跌少少给你反映到出来呢 就是它,喂,偶像就来单一次机,这样不行的喔,全球性,那大家都好猛猛的 那么另外呢,这里呢,有个表就就告诉大家 虽然这个Google的search engine呢,依然都是世界第一 但是呢,很罕有地呢,是跌穿了70%的市场占有率 反而呢,排在第二这个Microsoft的Edge,这个东西呢 由原本的市场占有率5点几个percent,升到8点几个percent,现在呢就超过一成 那么呢,想想想呢,唯一可以威胁到这个Google的search engine呢,就是Microsoft啦 所以呢,我现在买到Microsoft呢,理论上就没有买错的 另外,除了这个search engine呢,Google虽然是领导地位 但是它那个YouTube呢,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呢,被人说它呢,都是挺霸道下的 那么如果搞下搞下呢,其他的类似这个YouTube这样的software的东西会出现的话呢 那慢慢慢慢市场占有率呢,也都会降低的 所以买这个Google的股票的时候呢,大家要慎重考虑一下它将来的发展呢 还是不是可以呢,是继续领导或者继续红霸这个市场 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大家买的时候就要小心很多了 讲开,运制的公司呢,又点指这个Google呢 另一家公司呢,都麻麻烦烦的呢,就是这家辉瑞了 因为辉瑞最近呢,就是第一个人出了这个疫苗嘛 那想着呢,就是全球的救星来的 谁不知呢,有个消息出现了呢,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呢 接种了啦,四个人接种了呢,就面部呢,就是癱瘓了的 那究竟这个癱瘓是短暂性啊,还是永久性呢? 那现在就还没知道 那希望这个伤害呢,就不要太过厉害啦 另外呢,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呢 如果是真是发展起来的话,理论上呢,就应该可以帮到大家手的 但是因为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呢,最好都是不要那么快打住 看定点,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出现先 因为其实,这一只疫苗呢,研发的时间真是非常之短的 但是没办法,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呢,我们香港,或者是全球的经济呢,真的会死到七七八百的了 那到时呢,救回都要浪费医药费的了 但是你见到呢,辉瑞的股价呢,就跌到下去了三十八个多 其实现在呢,是不止这个价,再深一点都仍在跌着的 幸好呢,我大部分的股票呢,都在四十二个多就埋了出去 但是,如果我对他这只公司呢,长期都有信心的话呢 那其实他跌下来,可能是一个好机会呢,让我继续增持都对的 那现在呢,我就看定点,看一下这个疫苗呢 究竟会不会损害这一家公司的顺遇呢 如果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呢 那理论上呢,他跌下来的股价呢,我是应该呢,继续去持有他 那就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理论上呢,就应该是不错的 最近呢,美国股市呢,就升得非常之英俊的 那么,唯独是有一只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这个苹果呢 他的股价呢,就好像动都不动地被人点了月 那么,直到最近呢,开始呢,咦,有点消息啦 因为呢,苹果公司就说计划在2021年呢 上半年呢,就生产大概9600万部iPhone的 那么,如果和2019年比较的话呢 就增长了30%的生产率 这样的话呢,市场就知道,哇,原来这个市场呢 是可以再加大一点的,即是苹果可以再赚多点钱啊 是的,没错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令到呢 苹果公司这个股价呢,都慢慢地起革命的 那么,现在呢,就已经升到128元左右啦 但是呢,还可以升的,因为呢 其实他现在52周的新高呢 就是大概是138元 那么,他现在都没破的嘛 希望呢,可以见到139元,140元 那么,破了顶之后呢,到时卖出去呢,那就和味好多的啦 其实我买入这个 Apple的股票呢,买了都多久了啦,放在这里都不动的啦 那么呢,我的平均价大概是119元,118元左右啦 那么,其实现在呢,都是有钱赚的 那么,我当然当然希望赚多点啦 既然买得它啦,那都是要等个好消息的啦 那么,其实他现在的市盈率呢 就接近39倍,其实就不便宜的 不过,如果跟其他的科技公司来比较的话呢 那么,他呢,也都可以接受的 当然啦,如果可以升到大概138元之后呢 我可以卖出去的话呢 其实我的回报率呢,都不是很高的啦 大概是18%左右 不过,我就不贪心的 因为这间公司市值都很大的啦 要再推上去呢,其实都困难重重的 那么,希望他有其他的新的消息呢 是可以助长这个股价呢,就继续向上 冲冲冲,那就最好了啦 又要做下这个文章的推介先 刚刚就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就其实围绕着我们香港的衣食住行来说的 原因呢,就是2021年呢,其实我也看不到香港的股票的 但是,如果某些 跟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的股票呢 其实如果投资下,都没有坏的 反正是地道的香港,应该就没什么问题的 希望各位呢,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给一下面子,进来看看啦 那网子呢,就在这里啦 也都希望各位呢,看完这个文章之后呢 可以帮我卡一卡前后左右的广告,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 各位,我们香港呢,真是多灾多难的 那疫情呢,越来越严重啦 那有了疫苗之后呢,也都怕疫苗呢 会有副作用的 那所以大家呢,在这里都是要互相勉务一下对方啦 希望大家在疫境之中呢,就继续紧守自己的光位啦 希望大家呢,是满意我今天拍的这条片啦 而且可以的话呢,希望大家多多帮手去按一按广告啦 继续订阅我这个频道啦 按下钟仔,会收到我的信息的 可以和朋友分享这条片,当然最好啦 不少得的,当然是看完这条片之后 给个like作为支持,那就没得顶啦 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呢,投资顺利 最短 silos 也是那条片,身体健康